市場裡頭人來人往 男子坐在單車上 卻停在馬路中央 一休息就是十幾分鐘 擋住後方車輛通過 原來他身體不舒服 三秒跟當場摔倒在地 一旁民眾紛紛趕來幫忙 但在溝通上出現困難 事發就在台北市內湖區 日前這一名53歲蔡姓男子 他疑似帕金森濕症發病 話都說不清楚 原請好不容易問出了身份證 但戶籍地跟居住地 卻登記不同 好幾人就在現場仔細聽他說話 也給他紙筆 慢慢寫出家裡地址 拼命湊湊 才總算找到答案 費了好一番功夫 總算讓他平安到家 在新北市 同樣有民眾身體不適 向警方求助 一小段路而已 小段而已 屁股先坐進去 頭小心 眼神證明50歲王姓婦人低血糖 加上患有腹膜炎 可能會有昏迷休克的風險 第一時間家人打給119 但救護車都出行了 只好靠警車幫忙開道 全程5.5公里的路程 僅僅花了10分鐘就到達 婦人在就醫治療後 症狀也好多了 幸好警方即刻救援 讓患者在最短時間內送醫 不耽誤治療黃金期